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今天因为台风过境 所以我们看到全省几乎了都出现了一个下雨的状况 尤其刚刚我来电视台之前 这个雨势还算不小 而且还风大雨大 那最重要的 今天台北股市怎么样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一个低盘开出来之后 即便盘中一小段短暂的时间 回到盘上小涨8点 但是随即怎么样 随即又出现了压回 甚至于一路的往下压压压压压 哇盘中一度大跌158点 收盘还是跌了151点 跌超过150点 有没有 今天几乎是收在今天的最低点 又出现了超过百点的压回 所以又是天气 又是礼拜一 又再加上台股 今天又呈现了一个压回的一个走势 我想让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在今天在心情上面 不免怎么样 有一些沉重 但是有一句话就这么说的 我们不能改变天气 我们不能改变行情 怎么样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 我们可以想一些开心的事情 让自己开心一点 开心的过 因为心情好不好 一天总是要过 那至于说该如何 让自己心情开心一点 我说过要想一些好事 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那到底你说 那今天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 来 我们来看 大盘今天开小低之后 一路向下压低 中场大跌超过150点 原因 因为它下跌 对不对 今天跌的151点里面 有三分之二 有95点 是它贡献的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电子的 一个全值股的一个压回 所以让今天整个大盘是开高之后 开个小低盘之后 就一路的压低 但是我过去 尤其在上个礼拜 我也跟各位讲过 上个礼拜在大盘 这个大盘创下了13031的一个破断 而且是台股的历史新高之后 很多人都讲说 创了13000点的新高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会没感觉 因为涨都在涨台积电 对不对 涨都在涨连电 还有谁 还有一个连发科 这几支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 你都无感 但是我也跟各位讲过的 当上个礼拜二 大盘开高走低之后 我们看到台积电有没有在创高 没有 它也进入一个整理的状态 至于连发科也是一样 创高之后也是做一个来回的整理 你说今天强势的这个连电 它也是在整理三天之后 今天才出现了一个创高的一个走势 那所以代表什么 上个礼拜带领大盘冲高13000点 这三档股票我就叫它三巨头 一个连电一个台积电 再加上联发科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这三档股票 其实它没有再出现同步的一个大涨 它反而三档 需要呈现一个轮动的一个状态 尤其你以这个台积电来看 对不对 上个礼拜创下的是 六万六千张的一个量能之后 现在在整理的过程里面 量能也萎缩下来 包含联发科也是一样 上次出现这个大量 三万多张的大量 也没有再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这几天也都是量能有萎缩 对不对 好那我说量能萎缩下来之后 这些资金怎么样 它会外移 因为过去要冲关 要冲指数 好所以集中在这三档股票 可是当三档股票 把指数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之后 他们的阶段性任务也算是一个完成了 所以这个时候资金当然会外移出来 往一些中小型股去走 因为大家轮涨 对不对 集中市场涨完涨贵买 大型股涨完涨中小型股 这是一个良性的轮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上个礼拜行情创高 大家很无感 但是我说接下来怎么样 就是要让大家有感觉的行情来了 所以无论如何 你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不要以为大盘怎么现在又在整理的 怎么又涨不动了 好 你的怎么样 又有开始胡思乱想 我就不要想那么多 所以你看 有没有外衣的效应 我们就来看 上个礼拜 有没有 礼拜三包含像永冠 包含像世纪钢 甚至于谁 甚至于3708的这些风店族群 有没有在 当三巨头 台积电连电加联发哥在休学这个当下 反而这些股票 你看上尾投空 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这些股票 这些中小型股 他反而怎么样 趁着三巨头在休息的时间 他在做一个轮流创高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资金外溢的效果 会越来越明显 好 那除了风店族群以外 当上个礼拜 大家一窝蜂的在追风店族群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风店族群 我们是领先卡位 如果你当时没有在起涨之前 没有在发动之前 你就先卡位先布局的 那么到了上个礼拜 当大家一窝蜂全市场都来追价的时候 我认为短线上面 你不适合怎么样 不适合在盲目的去追逐这些股票 我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说怎么样 当大家都在追 你就让他们去追 你应该跟着我们怎么样 就如同当时我们在7月10号 当市场都还没有发现风店族群之前 我们先锁定风店族群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现在中小型股开始要接棒演出 有很多低位阶的低基期的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这个时候才刚刚正准备要发动 好那已经发动了股票不用去追 你跟着我买怎么样 来布局正准备要发动的一个股票 所以当大家上个礼拜 全市场都在追逐风店 在疯狂这些风店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来 我说你跟着我来买最新的 而且怎么样 是我上个礼拜唯一锁定的一档 我说过你看我的节目这么久 或者说你认识我这么久 我是不是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我所锁定的股票就是一档 我不像其他人 每天都给你介绍个三档五档 就算一天三档 一个礼拜下来也有十五档 你开什么玩笑 你资金哪有那么多 对不对 难道你每一档都去追吗 不可能 所以我说每一个阶段 我们就是锁定一档股票 然后涨上去了 你也不要去追 你跟着我来寻找下一档 所以当风电族群涨上去 全市场趋之若鹜 全市场疯狂追逐的时候 我反而带着各位 我们锁定另外一档 全新的一档标的 而这档标的其实也是从 整个风电族群衍生出来 因为它也具备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低价 绿能的一个概念 绿能不就是跟风电 也有相关的一个题材吗 对不对 那你看这档股票在今天怎么样 在今天 它今天除息 它今天快速的填息 除了快速的填息以外 怎么样 它还逆势的创高 什么叫逆势的创高 当然不是创什么历史新高 什么 没有那么的强 没有那么的厉害 因为毕竟我们还在布局阶段 还在我们的一个区间布局的一个阶段 可是你想 它创了一个短线的新高 创了一个短线的新高 代表什么 代表这段时间从我上个礼拜你看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开始预告 要你们来登记 要你们在发动前先卡位 有没有 后来礼拜四我们出手 礼拜四我们出手 当天旗开得胜 立马拉出涨停板 好 那拉出涨停板 我也还告诉各位 我说你没有跟上的 不要气馁 因为做股票是这个样子 别人怎么样我管不着 我罗文斌向来是这样 如果说一档股票 它只会涨一天 又或者它只会涨一根涨停 我说我对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当时 礼拜四拉出第一根涨停 我们出手 旗开得胜 我也告诉你 明天怎么样 我还会再买 为什么明天还会再买 因为这一根涨停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一根涨停板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意义是告诉你 我们看的方向并没有错 对不对 它就这样而已 它告诉你 我们看方向是正确的 所以它拉出第一根涨停 可是这是一个开始 它不是一个结束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 在这根涨停之前 先卡位的不要气馁 我说过还有一个买点 可是你要好好的把握 有没有 所以当时我在节目里面 我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明天还会再买 有没有 来 明天是哪一天 就是上礼拜五 来你告诉我 九点钟开盘 到一点钟几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我就问一下 四点斤火力八 四个小时让各位买 你不要告诉我 你没有时间 你时间不够 没有这回事 四个小时让各位买 而且你需不需要追高 你需不需要追高 从开盘到一点钟 四个小时几乎都在盘下 纵使有一小段时间 冲到盘上 也在平盘附近 你需要追高吗 还是说你这样的股票 你买不起 四十几块的股票 我说是一档低价位的股票 你会不会钱不够 而且成交量 一两万张的股票 你会不会说 我不够买 我资金很大 我不够买 会不会 一两万张的股票 你会不会不够买 也不会 所以除了说你买的低 买的到买的多以外 我说前面这一根纵使 你没有跟上 你没有跟上 隔一天我说我买点 有没有让你买 姑且不要讲说今天 创了短线的新高 就说你上个礼拜 不论你在哪一天买 你在哪一个时间买 有没有 你在盘下买 当他尾盘这样拉起来 你有没有当天你就赚了 有没有 我讲在前面 我是讲在前面 我说隔天还有买点 有没有 我明天还会再买 有没有 好不好买 有没有 能不能赚得到 尾盘拉起来 能不能赚得到 更不要讲今天怎么样 今天快速的填息 而且还逆势的 创了短线的一个新高 那逆势创了短线的新高 就已经很坦白的告诉你了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从我上个礼拜锁定 你看我一个礼拜 上个礼拜 我一整个礼拜要锁定 就是这档股票 会不会变来变去 没有 你上个礼拜任何一天 你打电话进来的 就是这档股票 不是吗 今天 逆势创了高点 短线的新高 是不是代表 不论你哪一天买的 你到今天你都是赚钱的 这叫创新高 有没有 那一样 既然创了短线的一个新高 按照过去的惯例 我会把它公开给各位 我会把它公开给各位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的 做股票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懂得 攻守进退的一个节奏 那一样 我公开之后 我公开之后 你就不要自己去追了 你想要买的 你想要买的 你来找我 我会安排各位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点位 去做一个切入 但是你不要自己去买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了 你认识我这么久 你应该知道 我的操作向来秉持怎么样 分段操作的一个原则 既然是分段操作 自然 我们怎么样 我们会在该卖一趟的地方 我会先出一趟 我会先出一趟 好 那我公开给各位 一个目的 也是告诉各位 你不要自己来追了 我随时怎么样 因为已经远离我们的成本 所以我会公开给各位 可是我既然公开给各位 也代表 因为已经远离我们成本 我随时会出一趟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自己来追 否则你刚好买进来 我刚好卖出去 我对你也不好意思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攻守进退的一个节奏 你要能够精准的掌握 好 那至于这档股票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下个阶段回来 我立马公开给各位 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现场 我想刚刚要进广告之前 我们也跟各位预告了 今天我们要把这档 最低价的绿能概念 要介绍给各位 那这档股票是我们上个礼拜 唯一锁定的一个股票 对不对 当大家全部都在疯狂 追逐风电族群的时候 我带着各位 我们怎么样 我们重新锁定一些 还没有发动 正准备要大涨的股票 我们在它发动前怎么样 先卡位 先布局 有没有 我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我连续三天 在节目里面 呼吁各位 在它大涨之前 先卡位 先布局 到了礼拜四 我们一出手 当天攻上了涨停板 有没有 那攻上了涨停板 很多人会以为 已经发动 我来不及了 我说绝对还来得及 因为如果一档股票 它只会涨一天 它只会涨一根涨停板 对于这样的股票 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认识我的都知道 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有大涨 波段实力的一个股票 所以第一根涨停板 其实它只是在宣示 我们看的方向怎么样 我们看的方向是对的 那既然看的方向是对的 那么我昨天也预告了 上礼拜五 这一天礼拜四会预告了 隔一天 也就是礼拜五 它还有一个买点 所以没有跟上的 没有关系 礼拜五那个买点 你务必要好好的把握 来礼拜五 开盘到一点 九点开盘到一点钟之前 全部几乎都在盘下 纵使这里稍稍有回到盘上 第一个时间 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另外几乎也在平盘附近 所以你根本也不用去追高 我说有买点 而且还让你买得低买得到 而且怎么样 还买得多 你就在低档买进 你还不敢买多 我还能说什么 对不对 好 那重点 从九点开盘到一点钟之前 你逢低买 买得安心买得开心买得充容 买得低买得到买得多 后来尾盘一点钟开始往上拉 看图说故事 不管你买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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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尾盘拉上去 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 你能不能赚得到 纵使前一根掌停板 你没有来不及跟上 相见恨晚 你这一天买你能不能赚得到 对不对 那更不要讲今天怎么样 今天除息更是快速的填息怎么样 还逆势创高 创了一个短线的一个新高 那既然创了短线的新高就告诉你 从我上个礼拜一预告这档股票 不论你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还是发动之后的礼拜四礼拜五 甚至于是今天一开盘再去买的 我请问各位 今天一开盘还在盘下 有没有一开盘还在39块6 你能不能赚得到 创新高就代表这几天 不论你哪一天哪一个点位 你买的你都是赚钱 所以既然已经创高了 我说过按照惯例 我会把它公开给各位 那至于这档股票是什么 来注意看这边了 准备好了没 我要公开了 这一档 是不是 安吉 什么吉 六四七七的安吉 上个礼拜 所有有打电话进来的 是不是六四七七 是不是安吉 你上个礼拜四没有跟上那一根掌停板 我说隔天还有一个买点 来 隔天还有一个买点 是不是安吉 是不是安吉 甚至于你在上半周 如果在那发动之前 你手脚够快的 对不对 你懂得把握时机 在我再邀请各位 说当大家在追逐风电的时候 你跟着我来布局全新的股票 对不对 在他发动之前 我们先卡位先布局 你也懂得在第一时间 就跟上我们脚步的 来 在发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的 是不是也是安吉 来 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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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事后在放马后炮 对不对 那所有 这段时间从上个礼拜到今天 所有有打电话进来的 对不对 你有买上安吉的 随着他今天股价逆势创高 而且还快速的填息 连你看 他配息一块钱 将近一块 9.57 0.957 这九毛都将近一块 是不是快速的填息代表怎么样 你都赚起来 连他除息的 那个配的一个息 你都很快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 所以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但是我刚刚有丁明过各位 随着他今天创下了一个 波段短线的新高之后 如果你没有跟上安吉的 我再强调一遍 你不要自己去追 你不要自己去追 你真的还想买安吉的 我说过毕竟 他第二季的获利 比第一季增加了将近六倍 这样的一个股票 当然我认为空间上档 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间所在 但是就算上档有大空间 也不代表说 你就可以盲目的去做一个 追价的一个动作 毕竟现在的一个股票 都是在震荡间行进 所以如何能够掌握一个好的买点 因为一个好的买点会掌握 会决定一次操作的输赢 尤其我说过我们会分段操作 对不对 因为你要懂得攻守进退的一个节奏 如果我们分段操作 我们随机创新高的毛 怎么卖我都赚钱呢 如果随时出一趟 刚好你进来 我说我对你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已经创高了股票 你不要自己去追 你想买你来找我 我安排一个好的点位 安全的点位让你来买 好那不过 除了安吉以外 你现在怎么样 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这个礼拜 我们会有全新的标的 因为我说过了 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你不用去追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跟着我来寻找 下一档正准备要起涨的股票 就如同上个礼拜 当大家在追逐风电的时候 我带你买唯一的一档股票 有没有 一档第一价的绿能概念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我说你不用去追 好那现在 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的八月第一档 今天八月第一个交易日 全新的开始 全新的开始是怎么样 收支法人的一个操作 或者法人习信都知道 既然是一个全新的月份 就法人来讲 他必然会有全新的一个布局 会有全新的布局 必然会有全新的标的 跟全新的一个策略 所以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我说你不用去追 你应该这个时候跟着我怎么样 跟着我来锁定 这个礼拜我们全力 要进场布局的 这档八月第一档 因为法人也是锁定 对不对 这档股票 为什么 全新的月份 全新的标的 对不对 好那这档股票来 听清楚了 这里已经有讲了 如果你有100万 其实你说 我有500万600万 我不拿100万 没关系 不管你有五六百万 七八百万 甚至于上千万 都无所谓 但是我希望你 拿出100万 拿出100万 你跟着我来锁定这档股票 我说过了 现在是一个多头格局 没有任何的改变 当三巨头涨完之后 就涨中小型股 好那这一波整个行情 还是延续往上 但是对的行情 你也必须要搭配 对的策略 对的方法 什么叫对的策略 对的方法 你要把你的资金集中起来 让你的资金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另外你必须能够掌握 攻守进退的节奏 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不要去追我 随时会出一趟 你应该跟着我来买 来卡位 正准备要大涨的股票 一个节奏 一个资金的效率 你跟我来掌握这个 这就是对的一个方式 即便是对的行情 你更要对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说过 不管你的资金 有几百万 甚至于上千万 我希望你拿出一百万 就拿出一百万 然后你把资金集中起来 你跟着我来做出这一档 跟着我来做这一档 八月的第一档 那我说过了 每一个阶段 我只锁定一档股票 就如同上个礼拜 我只帮各位锁定安级 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这个礼拜 我锁定的就是这个八月第一档 一样 我们要在怎么样 我们要在发动前 先大买 就如同 你看上个礼拜 一二三 我们就锁定安级 对不对 那再往前 上个礼拜大家在追封店的时候 封店根本不用说了 我在七月初 我就带你先布局好了 不是吗 这个我就不再花时间去说了 总之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只锁定一档股票 这个礼拜的重点 就在这八月第一档 所以如果你有一百万的 不管你是五六百万 一千万都没问题 拿一百万出来 跟我把资金集中在这档股票上面 你就跟着 这个礼拜你就跟着我来做这档股票 如果你有一百万的 你在今天节目结束 在今天节目结束 十分钟之内打电话进来的 我亲自带你 我亲自带你来布局这档 八月第一档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